請一下李部長好嗎 好 我們請李部長 來 賴委員早 好 李部長你好 是 這個 我首先還是要請教啊 這個 當然今天很多媒體有提到了 說你現在開始要 每週一報了 不是 你剛才講是 你剛才講是 每天都在報 每天都有記者會啊 這個 這個 你也很難去否認 說這個沒有選舉上的壓力啊 我想可能是有這樣的壓力 應該不必這樣連結啦 應該不需要 我每天都有啊 本來就有啊 所以沒有任何的壓力 只是因為最近覺得 覺得以前講不清楚 所以要講清楚一點 本來就是我們隨時跟社會報告 把事情講清楚 李部長 我覺得你要不要在這裡 更具體的 具體點 現在之所以有這樣的新聞出來 一定是代表你過去覺得 外面對你有誤解嘛 所以你才講說任棒嘛 對不對 外面對你有誤解 外面聽不懂你在講什麼嘛 所以現在是不是 改變一點做法 你剛剛已經講了 每天在開記者會啊 對不對 市場就是這樣子 那每天這樣開 就是不好嘛 還是誤解你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就給你建議啊 你既然今天已經開個頭啊 我們幫你一下啊 謝謝 你要不要先規劃 三場 北中南各一場 名字我聽你講 名字我聽你講好 阿德開講 謝謝 謝謝 北中南齁 然後歡迎 對於稅務 於南找正 通通來 是 你來財政部主辦 北中南各先各辦一場 試試試看 講完之後 比如說你講奢侈稅 把它講清楚 最近的預孕 為什麼這樣講 講清楚 還有很多人 還有為什麼那個 統一發票的問題 大家現在 也有一些人有意見嘛 正反都有啦 包括電子發票 為什麼這樣做 對不對 那未來怎麼做 因此會調降 到底是不是會 更拉大 貧富差距 還是說 國庫增加啦 對不對 大家一直在講的 資本利得稅的問題 你就北中南各先辦一場 大廠的 財政部主辦 不要民意代表主辦 跟選舉沒有關 跟選舉沒有關 我要跟你講就是說 不要 不要這個東西 本來就該講清楚 既然你這樣講 就代表說 過去的做法 你有些 我相信啦 你不勝滿意嘛 你勝決委屈嘛 否則你不需要講這個嘛 對不對 那這樣我們就來 講清楚 北中南 對不對 我李宿德 面對大家 來 子彈 在這裡 在你扣 領扣不動 是 對不對 事實上我早就在做這個事 然後北中南很多的座談會 我請問你 抱歉沒聽清楚 有沒有這個企圖心 當然 北中南各辦理場 事實上我過去都做了很多的說明會 還可以規劃再來做 沒有人知道 你先規劃 所以現在你就要規劃 北中南各一場 大廠的 什麼叫大廠 最少五百人 對不對 敲樓打鼓 財政部 你登個報紙 說我財政部 沒有任何的選舉的考量 就是財政講清楚 稅制講清楚 是 對不對 然後你的標題就是 我們社會 沒有外界講的 什麼 什麼稅制不公 沒有外界講的時候 什麼貧富差距拉大 沒有 我李某某當部長 沒有這個事情 北中東去講 講完之後 回來以後 跟那些的電台啊 敲定 每一個禮拜一次 接受阿德專線 比如這樣講 對不對 來這裡接受call in 對不對 親自 就是上火線 阿咧 進入 我告訴你 如果你一個禮拜 一個小時 我覺得不難 而且電台啦 或者電視台 高興都來不及阿 歡迎來不及阿 我請問你 我這樣點子好嗎 但這個構想很好 我們來執行 我們可以來研究一下 事實上我前幾天 電台電視我都有上阿 中南部我們都有去阿 定期以後你就講 請問你 你的生日是幾月阿 生日 十一月 十一月好嗎 你知道一零零阿德開獎 對不對 你就找一個什麼 電台電視都可以喔 就是每一個禮拜 禮拜幾的十一點 你就坐在那裡 或者連線也可以阿 財政部定期跟你連線 請問那天總統召見不算 對不對 禮拜五隨便講 禮拜五喔 十一點固定 弄個一計 試看看 我告訴你 全部就不一樣阿 你就一直講 一直講 一直跟人家溝通 我們一直也在溝通中 因為財政的業務經緯萬端 不是 部長阿 你之所以這樣講 我覺得很好 那你也等於是 直接間接 也向社會大眾說明了 過去這樣的溝通 還是有些欠缺 當然是要加強 像楊智良 還是罵你 對不對 這時候你就開放時間 每個禮拜十一點 哪一天的十一點 對不對 比如說禮拜五的十一點 舉例啦 沒有行政院院會 沒有這裡 大概也沒有委員會 所以最最好禮拜五 所以我們都透過幾個會的時間 適當的機會說明 不是 固定人家好記 固定 北中南開一場 回來電台 每天 每一個禮拜 一個小時 給我們社會大眾 開放全國 對不對 有問題 來跟你說 馬上 還有再來我請問你 有沒有成立粉絲團 什麼 有沒有成立粉絲團 Facebook 沒有 沒有 沒怪人家跟你誤解這麼多 Facebook 成立起來 大家給你讚 對不對 你知道 因為我們是行政機關 有些座位上 可能還是要再來考量一下 奇怪 總統為什麼有粉絲團 因為不一樣 總統是行政 總統不是行政 總統是 那個陸會主委 好像有粉絲團 是 當然每個人的做法不大一樣 新聞局長和粉絲團 是 這個沒有 你現在出的 你會覺得你認棒 你講過認棒 就代表外界對你很多物質 所以你要認大家回放 但我們今天跟社會這樣做說明做溝通 這個一定要 所以直接溝通 謝謝 謝謝委員 Facebook 最快就是這樣 是 好吧 但我們這個構想都很好 謝謝委員 我們盡量來加強溝通 加強說明 不是啦 你要不要這樣做 請問你 我就一個一個問 北中南各辦你場可以吧 你主辦 不要跟立委掛溝通 不要就是 財政部主辦 是 事實上 我過去幾年下來跑了多少次了 做了多少次了 都在做啦 再來一次 再來都可以安排 可以吧 北中南都安排一場 我們都可以去做必要的一些安排 可以不可以 北中南各安排一場 是 當然講沒有 他沒有聽眾來啊 問題是 問題是聽眾沒有來 自己這麼沒有信心 他得財獎絕對下下給我 跟你講 我們今天不是新聞 大家升一堆啊 否則我們立委們 為什麼 所以我都參與工商座談 各種的商業會 不是參加 財政部主辦 財政部主辦 這個當然可以研究 我們也有做這些 不是研究 要做 我們不同的團體 不同的對象 稅務的 海關 不是這樣 我講的跟你都是 既同家講 沒有啦 我們盡量溝通 我就建議你 北中南各邦一場 財政部 財政部長官 替部長 替部長 擋子彈 就給他辦這個 讓他面對第一線 無所謂子彈 你跟那個 那個國務署署長 當局長 他最了解 他那裡的 他那裡的案子很多 對不對 面對群眾 適宜 對不對 然後呢 回來之後 找一個電台 禮拜五的十一點 一個小時 給我們社會大眾 接受全國call-in 宜蘭財政 統統take it 再來 成立Facebook 你看看 外面對你還會誤解嗎 我都不相信 對不對 假如你真的做得好 一定會有不同的聲音 這我們也要了解 這一定會有的 謝謝委員的指教 請回 我們請那個 那個 我們台灣金光的 張董事長 土雲的 這個王董事長一起 好 我們請張董事長 及王董事長 我們請教兩位董事長 自從奢侈稅通過之後 房貸 就是 廣稱的房地產的 這個貸款 見數是不是減少 金額是不是減少 請問你們兩位 呃 這個 有 列為持平啦 就是說沒有再持續增加啦 沒有再增加 就是 那個 金額比較穩定下來這樣 好 那個金額穩定下來 建數差不多 是吧 好 土雲的王董事長 我們建數減少了 建數減少多少 金額也減少 金額減少多少 建數他減少多少 那個 一般的黃貸喔 我這邊 請他們統計一下 但是我們每個禮拜的常董會 他不是有審查這個土建樓嗎 剛貨物貸款 那本這麼大 現在剩下差不多32 所以減少那個 建數減少三分之一 土地銀行 你說 ROFLY來講 大概減少三分之一 我這裡給你一個數字 給你一個數字 我們央行有說到 台北市跟新北市 特別是這兩個 這個買賣動數 移轉動數 分別較去年下降 22%跟16.8% 也就是台北市下降22% 這個 新北市下降17% 那 央行講的說 台北市地區 大台北啊 交易出現緩和 量比價先行嗎 量如果緩和下來 未來的價應該是緩和下來的 我跟委員普通報告 我們台北市減少42億 新北市減少了30億 高雄地區減少了 幾%啦 幾% 趴數 趴數 如果我們本行的貸款 黃金貸是6200億 那現在 這樣 這三個地區減少 大概加上去100億了 那是幾% 100億的話 10%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1.5% 差不多 1.5 我們看這個數字 其實 我講這個話的意思 其實應該是 可以看得到 奢侈稅是應該發揮一定的效果啦 最少投機的 這個 投機的這個 氣氛減少很多了 所以 才會有人提到 說為了我們房地產的貸款 大概就靠了 首購主在 撐場啦 對不對 沒錯 這個 跟委員報告 奢侈稅之後 他對那些投機的活動 確實有 達到遏止的作用 尤其那些 土雲的 王董我最後問你一個 你那個 說你們要賣 元大金有沒有這回事啊 要賣 元大金有沒有這回事啊 沒有 我們今年都沒有賣 我們遵照大燕指示我們 不是說賣 賣了獲利 十七 十一點七啊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是在賣在明年預算 我想我們遵照大燕指示 就是明年要執行的啊 明年要執行的啊 要看看 執行要經過我們 財委會的 但是明年要賣滿 沒錯吧 因為我們現在 佔的比重 大概就零點九幾啊 啊如果 呃 大燕允許的話 我們明年在執行的 因為我們沒有董監席位嘛 那請問你 是不是最後 是不是要成立 你們的土雲金控 有沒有這回事啊 這點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 我們條件還不具備 第一個我們資本 只有五百億 不到六百億 第二個我們快樂經營 我們要等到土雲寶金跟 都跟投信 那這不是很奇怪嗎 你既然 我知道你很企圖心 想要成立 那又把這個賣掉 我要問你就這個意思啊 就是 你要把它賣掉資本更少了 不是嗎 沒有 賣掉 那個原大那個 那個是長期投資部 但不影響禁止 那不影響 反正說 賣掉貨到英語 錢比較多 錢比較多 轉到禁止裡面 我們沒有看到你要增資 所以 對我們也要增資 要增資是嗎 我們明年要增資 七十 七十六億 所以讓資本擴大到六百 對 好 那個張董正要講話嗎 你 謝謝 好 謝謝賴斯法委員 謝謝 謝謝